各位同仁 今天請大家來參加這個會議 是要向大家報告 我們公司的財務長 他要使用身體 決定留職停薪 他的工作 都是有的人一起去做 所以必須要撿一下 跟社合認算 這次我們一團的大小行事 都是蔣燕營長在處理 我感覺他能力很好 做事也很天真 所以我希望 你能夠接任 我們公司的財務長這支部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反對 佳玲玲 你是怎麼反對 報告黨指定 我認為蔣燕營長做事不夠認真 我現在想要問看這份資料 它怎麼來的 怎麼送 我應該是沒算錯 我看看 蔣燕營長 你不是已經替公司 設計一套新的會計軟體 想到這份資料裡面 又是用孤的例子 因為這份資料 我認你的保分成本細目 所以我是用孤的計算方式 因為孤的計算方式 當孤的計算方式 當孤的比較熟 妳要看孤的策略更快 所以妳的孤的策略 是要做給當初對決的人看 蔣燕營 妳 看孤的策略 不是只能用一種方式就可以 加上妳還是要用新的軟體 來列印帳策 我可以馬上印證給妳 不用 蔣燕營 我知道妳希望公司的財務管理 可以快速和健康 不過這份資料比較特別 這也是因為 公司的財務管理 公司的財務管理 本地就是蔣燕營長在管 妳讓蔣營長自己決定就好了 如果這樣 他也要先報告一下 財務長不在的 下面就是我們這個財務經理 他連這種尊重就不孝 自己是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當孤的 像他這種人 還要做這份世界集團的財務長 公司的我知道了 其實不是我的資料有問題 是我做人有問題 但是我這份資料高速去認證 有先把副經理報告 我想他就不會 我會用打一種方式來算了 妳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說得說不對 自己沒這麼多記憶 還說得不對 我在掌對 是不是掌對 你自己心裡在在 那是你認為說 公司這個財務長的位置 應該是讓你在這裡 我沒在想像財務長這個位置 我不是你 婆婆 有話要怎麼說 董事長 像他這種 也很小在頭上的人 我自己沒話說 張余營長 你不可以想說你是留學回來 又跟小朋友的人真是 你就認為自己真了不起 世界集團有辦法傳三代 就算無理 我們錢也照顧 請妳說話比較客氣 我說話本來就是一種口氣 公司的員工都知道 可是妳如果沒辦法照顧 妳可以不要聽 只是妳如果要叫財務長這個位置 妳就要把我的口氣放在這裡 剩下妳 這家營運長對我們公司幫助很多 我請她接任財務長 是我的循環 她都不知道是不是要答應 妳不可以這樣說 她如果不要答應 就不會跟董事長在對前對後 還帶來開火 沒錯 我開始是準備要答應 董事長的邀請 那是因為我們公司的財務長 那是因為董事長真有生意 不過 如果不得到最基本的尊重 就說董事長更有生意 我也不可能答應 如果要人家尊重 就要先看看自己幾乎當 董事長 你不要說公司不利不利 若花錢什麼人家賺不到 董事長 我沒有說在這裡聽你說這種話 我也沒有說在這裡接受你的步驟 風姐 董事長 董事長 很感謝你的聽見 我剛才的這張態度 我真的不在這裡接受 現在我請來報應 來 洪姐 各位同仁 真不好意思 今天的狀況有一個禮拜 財務長這裡是主案 我要另外找時間幫你報告 今天會議就在這裡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美如 你之前不是和蔣營運長配合得很好 為什麼你現在反對他做財務長 阿嬤 剛才這件事我也說得很清楚 他現在是一個營運長 就能把眼睛生在頭上 連基本的順序都沒有了 可是如果讓他做財務長 這樣他就不太聽了 鹹一群酒而已 怎麼有這麼嚴重 還是你沒想要給他管 阿嬤 阿嬤 平常是那些事 我是很愛計較 不過公司的事 我不會益起用心 可是阿嬤 你如果信任洪傑 這樣你就讓這財務長這個原因 我不會說什麼 我又有事要去報應 因為我現在你反對洪傑 是因為他想做財務長 不過不管我怎麼看 都是洪傑的事 別管了 洪傑對公司的經營 才有這麼大的幫助 我還要想辦法 讓洪傑接受財務長的工作再營 現在全公司的人 都知道我跟妳完結 不過沒人知道 妳是我最重要的女人 而且我們兩個人 還重甘不甘 妳真的是聰明又香 為了妳 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不過剛才 我剛才給妳賣到 這點的洪傑人的重點 就沒有了 妳都不知道我剛才有亂不甘 所以回饋完 我就馬上來找妳了 就沒關係 為了妳 剛才我死去洪傑人的重點 我都沒關係 這次呢 我還要說 妳有她對話 表現妳女人的重點 表現妳女人的重點 就好 好 她不甘心 這次不甘心 是 我先她去奔心 對話 就不甘意 對話